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春三十浪 是用心棒的续集 简单来说 就是那个浪来浪去的浪人 来到另一个镇上 做了一件好事 然后又浪走了 不过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 不是浪人自己在浪 还带着九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起浪 郊外的神殿 九名五市在此秘密开会 商讨检举上司黑瞳的贪污腐败问题 从家家老牧田的城市 侄子景板 是九名五市的头头 关于自己检举的事宜 牧田并没有采纳景板的意见 他告诉景板 人的好坏 不是看外表 最坏的人 你永远也看不出来 幕僚长举警知道后 坚定地支持景板 并让景板将大家聚集到神殿里 也就是今晚 举警会来和大家见面 在一旁睡觉的浪人被吵醒 实在受不了 告诉他们 听起来举警就是魔猴黑手 不然为什么让你们大半夜 到这神殿内聚集 果然不出所料 举警的手下此刻也将神殿包围 浪人那该死的重力感上头 决定拯救这九个幼稚园小朋友 于是独自一任 击退了举警的手下 举警的手下中 领头的叫半兵卫 他欣赏浪人的身手 并告诉浪人 如果想要一份不错的工作 欢迎随时来找我 既然举警已经知道了 谁知道自己是最坏的人 那就不能留了 幼稚园小朋友 掀不起多大的浪 关键是幼稚园小朋友 背后的狐狸 成家家老牧田 浪人该死的重力感 让他决定 帮助这九个幼稚园小朋友 十个人连夜来到成家家老的宅 此时已被举警的手下占领 在浪人的指挥下 救出了老夫人 和家老的女儿欠尿 浪人深爱灯下黑的道理 带着小朋友 躲到黑藤家隔壁四田家 四田是成家家老的叛徒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黑藤家院子里开买山茶花 日本叫春花 老夫人问浪人叫什么名字 浪人看着满园春花回答 春三十浪 不过已经四十岁了 老夫人笑着说 真是个有趣的人 浪人虽然浪到了天南海北 可脸上总带着些愁容 老夫人说 你是一把没有刀鞘 崩亡必露的刀 但是好刀 应该放在刀鞘里 浪人似等非等 不过对老夫人 倒是很尊敬 举警把沐田关起来 让他写认罪书 沐田很顽固 写倒是写 只是不是写的认罪书 写的是起诉书 起诉藤井 和黑藤的贪污腐败之罪 几日后依然没有沐田的消息 再等下去 怕是对方要撕票 浪人主动提出到黑藤家去 半冰卫曾经交请过自己 浪人顺利取得了半冰卫的信任 可偏偏这个时候 那几个药制员小朋友跑来送死 为了救他们 浪人不得不杀掉半冰卫的手下 浪人狠狠打了几个小朋友耳光 因为你们的蠢 让我不得不杀掉这些人 浪人编了个理由 离开了黑藤家 但是计划已被破坏 这次去黑藤家 也没有得到半点消息 夫人和千鸟在院子里的溪水里 发现了木田的信 信被撕碎丢在水里 而溪水就是从黑藤家流过来 可以确定的是 木田就在黑藤家 因为上次的事 黑藤家的保卫更加森严 院子里外全部都是使病 浪人想了个方法 还是自己到黑藤家 告诉半冰卫 就说在城外的寺庙 门楼上睡觉的时候 看到过那伙人 足足有130人之多 让半冰卫把人都带走 然后自己给信号 再去救人 信号就是房子着火 夫人说太残忍了 能不能用和平一点的信号 千鸟想了个主意 士兵走后 你就往水中 往山茶花 放得多一些就好了 举警不知道浪人的底细 让浪人也一起跟着 免得出什么麻烦 浪人借口自己没吃饭 不要先吃点东西再跟上去 半冰卫也没说什么 别让人送来饭菜 浪人哪吃了下 看着士兵走远了 浪人来到院子里摘花 半冰卫突然出现 卸下浪人的道果然有诈 浪人被绑在院子里的大石头上 黑童这时候突然想到 城外的那个庙 没有门楼啊 这肯定是个陷阱 半冰卫只好前去接听人马 院子里便只剩三个人 浪人告诉这三人 我的同伙就在隔壁 他们在等我消息 如果一会儿还没有我的消息 就会发动攻击 不信你去看 仆人隔着墙 果然看到对面有一名武士 在观察溪水 房子里还有多名武士 黑童威胁浪人 快说 是什么信号 不然就杀了你 浪人说 信号就是删茶花 红色代表进攻 白色的删茶花 则是停止 于是三个人疯狂开始 往水中删茶花 墙外看到信号后 快速发动进攻 救下了冲家家老牧田 眼看大势已去 黑童抛幅自杀 半冰卫 也离开了黑童家 事后 九名幼稚园小朋友 和墨田开会 千年告诉大家 浪人离开了 送给他的东西 奔文卫去 墨田笑着说 他幸运地走了 他不喜欢待在这里 度过余生 也绝对不会劝这种东西 为族人服务 九名幼稚园小朋友 赶紧跑出去追 在城外一处路口 找到了浪人 半冰卫也在 半冰卫来找自己决斗 尽管浪人苦苦劝说 不愿出道 可半冰卫坚持要打 浪人的不择手段 让他难看 静 安静 空气都安静下来 两人半晌不动 等到九名幼稚园小朋友 看到两人开打 就已经决出胜负 半冰卫心口的血 像潮水一样喷出去 浪人有些惋惜地说 他和我一样 一把出鞘的刀 从未入鞘 富人的话是对的 好刀 是要入鞘的 说完 浪人双手插在兜里 总之双肩 离开了这里 为八 离开人群 保持孤独 是寻求生命真谛的唯一选择 为自己的原则 和心中的正义 践行人生之路 博以任何人服务 毕竟一旦加入群体 便会渐渐失去智慧 沦为主人的侍卫 变为争宠的狗 或被驯服的马匹 会有无数种可能 变成无数个身份 除了自己 老夫人说的那句话 你是一把没有刀鞘 锋芒毕露的刀 但好刀 应该放在刀鞘里 刀 本就在刀鞘之中 行走在江湖 遇到的人和事 爱和恨 一阵风 一片云 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切 都会塑造你 改变你 为了保护弱小会出刀 为了不被坏人伤害 会出刀 刀出来的久了 便不想回去 会在欲望中放纵 而没有收敛的刀锋 则会刺伤一切 最终自己也逃不掉 所以切不可做 无翘之刃 刀好似心 刀翘好似身体 心必须稳稳待在身体中 不可贪恋欲望 无心之人 无本之目 无缘之水 皆是虚妄 遗买之神 不可购乱 不可购乱 不可购乱